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要上什麼東西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會寫APP啦 那我們的下一步就是要讓APP變得功能更多 那我們現在要交一個新的元件 我們一開始交元件的時候會交得比較慢 會交得比較快 那現在還是很慢的 那我們要交一個東西叫File Input 好 注意喔 就是File Input它為什麼很重要 是因為之前的元件就是 你可以輸入一個數字輸入一個什麼 那它的複雜度就是頂多就是那個樣子了 你在數一串字好不好 這個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你一次要丟給這個 就是你的網頁很多資訊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上傳一個檔案 對不對 然後它可能在進行怎麼樣運算 那這個時候你就需要用File Input 那File Input 我們來想一下 如果你現在想要在R元裡面讀檔案的話 你是怎麼讀的 你是用什麼read.csv之類的檔案 之類的方法 之類的方法 我們在前幾節課教你資料整理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函數 對不對 或者read.table 這個我可能要先改成 今天是第13課 好 或read.table 好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 你現在 要怎麼樣把這個上傳的檔案 的路徑寫在APP裡面 這件事就是難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 你不知道使用者上傳的路徑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透過File Input裡面的功能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路徑把它抓起來 它其實是一個暫存路徑喔 好 那我們先 一樣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在學做網頁APP的時候 請你不要 就是 一上來就先用腦袋想說 我應該怎麼寫 怎麼寫 不是這個樣子的喔 是 我們先看一段程式範例 然後我們先抄 抄完了以後 我們在想 它的那個功能 我要怎麼用到自己的網頁上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一樣 我們把APP UI把它打開 然後貼上來 然後在Server 這裡全部Server 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貼到Server這裡來 好 貼完了以後 我們先按Rub 好 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APP 你這裡upload your data file 對不對 那但是啊 這個時候我還沒下載 我先去下載那個檔案 好 下載 好 另存新檔 好 我存在 都在桌面 好 大家看喔 我現在up browse嘛 對不對 好我在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到桌面 然後找到我剛剛那個檔案 好 Example嘛 對不對 按下上傳之後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 兩個 這個Data Summary 也就是剛剛我們 讀上來的檔案 前詞行 跟它的每一個變相的這個屬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這個這邊可以調 這邊可以調 這邊可以調數目 好 你知道它的基本功能之後啊 我們就來看看 它是怎麼去walk 好 首先 它怎麼去啟動的 上傳檔案之後 啟動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參數 然後輸出在這裡 對吧 好 所以我們來看它怎麼walk 來看喔 UI端 欸 這個page with sidebar 這個應該已經很熟悉了嘛 對不對 它有三個原件 一個是header 然後一個是sidebar 跟一個是mainpanel 那我們來看sidebar這裡 這邊是不是有個file input 好 丟進去 這邊是file的意思是什麼 丟進等下server端的那個物件名稱 叫files 可以齁 這個不重要嘛 這個只是展示出來的文字 你要改很容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還有一些參數 什麼accept text 跟planel 它主要的意思是 我只要看txt檔 如果你想要csv檔的話 你這裡可以改 改成什麼csv之類的 這個 你可能要自己看它的說明才知道 好不好 那這個我們不管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input進去是files input裡面的files 我們看server端找不找得到這個東西 來你看喔 在看server端之前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output是summary跟view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的server端一定是 output的summary等於什麼 output的view等於什麼 這個格式大家可以接受吧 我們上一節課有教過了 好那output的summary是什麼呢 等於randomprint 這個randomprint 跟這個東西接 這個上一節課有教過 上一節課在教直數的輸出的時候 和廢波羅提數列輸出的時候 我們用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和這個是一對的 這兩個是一對的 這兩個是一對的 那裡面是什麼呢 input files 如果是nun的話 那我就return you have to upload your data 這樣懂我意思嗎 else就是代表你有上傳東西了 好注意喔 read.table是input files裡面的datapad 所以不是直接是pad files喔 是files裡面的datapad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這樣子才把它讀進來 所以你已經知道 如果以後你想要上傳檔案 你這邊改名字了以後 你這邊改成abc 那你要讀檔 讀檔的那個路徑名稱 就是input裡面的abc裡面的datapad 這個是固定的 這樣聽懂我意思吧 好那因為我要使用者上傳txt檔 所以你要read.table 如果使用者上傳csv檔 就用read.csv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說 我怎麼知道 使用者要上傳csv檔還是txt檔 正常的網站是這樣子 你直接寫在那邊跟人家講說 you can only upload the tft file 好這個你隨便上傳一個東西 你要他可以讀 那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讀進來之後 我就直接summary 就這樣就出去了 所以 來view的這邊也很簡單 就是你input進來 一樣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header.data.inputn inputn是什麼 在這裡的那個slider.input slider.input 這樣可以吧 就是你的那個數字嘛 好所以這樣這個應該 你應該可以了解他是怎麼walk的 對不對 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個練習一 練習一是首先 這個是我們已經做好的這個 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 增加一個功能 增加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呢 你需要 把這個圖給要畫出來 這個圖要怎麼畫 這個圖是你答案讀進來 本來summary就出去了 對不對 你現在 你現在已經知道囉 你現在在這裡做的時候 你這樣讀進來了以後 你讀進來了以後 如果你想要畫一張圖 你用這樣子就可以畫一張圖了 你這樣就可以畫一張圖 對不對 我現在希望你把這張圖 放到這個APP裡面 可以放在下面 那你要怎麼做呢 你大概 可能需要用到這些函數 我不會告訴你在這裡 我不會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組合這些函數 你才能夠畫出這個東西 如果你忘了圖形 要怎麼去展示 請你看桑捷克練習題的答案 桑捷克 就是我們現在要寫網頁 我們現在有原則 就是你可以抄這節克以前所有的語法 你不要想說要記住他 記不住的啦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連我自己都記不太住 所以請你抄桑捷克以前所有的語法 這一節克 在這個練習題以前所有的語法 你試著看能不能拼湊出答案 好不好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那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出那樣圖 好不好 我們先看我們的UI 注意我的順序喔 注意我的順序 你們這樣以後才會喔 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直接按下Run了以後 那個圖 我們先把它全部 先把它上傳上去好了 請問一下你想要把圖放在哪裡 我們現在假設一下 你想要把圖放在這裡好不好 可以吧 這裡是在UI的哪裡 是在UI哪裡 是Main Panel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在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逗點再往下加東西 加什麼咧 我們可以加Plot Output對不對 那我們先給它一個名字 就讓它Plot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注意喔 我做完這件事之後 我希望你們跟著我的步驟一樣喔 請你不要急著先去顯示 先再按它Run 這裡應該是有個Plot 當然現在這個Plot沒有東西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你要確保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每一個步驟 你接上去的東西都是可 就是它不會毀掉它本來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下一步 你應該要到Server端開一個Output Plot Plot對吧 它等於RandomPlot對不對 好 那 現在啊 叫你連動那個東西 我覺得其實有點難的 就是要你連動那個檔案 跟那個圖 要產生那個圖 我覺得這樣第一時間是有點難的 我們一個最簡單的方法是 我們先產生一些 假如說 X等於R NORM 10 我們就產生10個 然後把Histogram X出來 這樣可以吧 這樣 它沒有跟別人連動對不對 它就是 每次我就是產生一張圖 這樣子 好 按下Run了以後 欸你看到了吧 你是不是看到它了 所以現在的Link是成功的喔 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嗎 現在Link是成功的喔 所以接著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圖 把它改成我想要的圖 我想要的圖是什麼呢 來你看一下 別人的語法 檔案讀進來了以後 Summary 是不是就出去了 所以注意喔 讀檔 尤其是那個檔案的路徑是這個喔 不是你在這裡的這個Example 那是你Local端的路徑名稱啊 你使用者上傳的 你哪知道它上傳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請你先 複製這一大串 到 你可以複製這一串 因為它Returns NUM 對不對 複製這一大串到這裡來 然後接著 你本來是用Head嘛 對不對 你現在改成 在這裡語法 它是不是用Plot 對吧 你把它改成PlotData 那接著我們再按按Rod 它是不是畫畫了 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要怎麼改 這裡Color 這裡我用貼的啦 好不好 Radio Button 因為這邊顏色有點多 我直接用貼的 你直接在 UI這裡 加上 Color 然後 接著在Server端 給它填入InputColor 這樣子 這樣子 你應該 你應該就可以 等一下 我是這邊 我打錯字了嗎 Plot 這個 是Color 這個 等於 這樣才可以 這樣是不是會動了 好 好 接著 我先教大家一個比較進階的技巧 這是我答案 教大家的 那 我答案教大家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這裡 這裡我是不是重新讀了三次檔案 可是沒有辦法 它要共用那個 我就是 我就是有一個檔案上來 然後三個區塊都要用它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把東西變成 我檔案先讀進來 然後再分配給這三個 這三個地方用 可以喔 但是你要做什麼呢 你需要用個新的功能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叫reactive reactive這個函數 這個reactive這個函數啊 我們可以把它改 data等於 我現在直接用貼的 然後我告訴你們它 意思是什麼 reactive就是 就是隨時 這邊如果有新的東西 我這個data 就會把它改掉 這個data 它等於 這個檔案 你就檔案讀進來之後 它應該是一個 data fram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data 是一個data frame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面 注意喔 你必須要 後面有小括號喔 因為這個data 在r元裡面 這個reactive裡面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函數 不是一個物件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我要用data這個函數 我可以把這整個物件叫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它等於 dat 那這樣子 isNune 這樣我這裡就可以改掉了 然後這個 這個我就不需要data 因為它本來就是data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一直在推喔 我全部都可以改這樣 ifisNune data 好 return 那這個我也可以刪掉了 data 好 這樣子也是可以動的喔 好 看到了吧 好 那我現在希望這件事情 我再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 試著不要抄我的答案 但是用剛剛我的邏輯 把這裡改過去 好不好 你不一定要改到第二步 你不一定要用reactive 改 可是第一步你應該做得到 好不好 那我們再給大家五分鐘 好我們看一下喔 好 現在你發現了什麼 你發現這個 就是 這邊有好多控制列 對不對 控制元件 好這邊有一個 summit button 你按下去 這邊速度會跑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數字會動對不對 好 接下來這裡 你點了以後 它true跟force會變換 這樣可以喔 好然後這裡 這裡可以選日期 選日期這裡會改對不對 這裡可以選 data range data range 這邊 相對就會改掉 這是checkbox group file input 如果我現在隨便丟個檔案進來 我隨便丟喔 這裡還可以產生一個路徑對不對 好來這裡 download data 可以download一個csv檔下來 好 那這個 這裡 大概 這邊可以隨便打一些字 那這個 這樣大概 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 原件 這個這邊是在展示什麼 就是上面的 控制bar 跟下面的 你的 輸出是什麼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喔 好 那這裡 這裡還有好多功能啊 這個我們就不試了 好不好 我現在要先帶你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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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些東西是怎麼弄出來的 好我們現在回到這裡來 我們先看UI啊 UI這裡 simple 這邊是不是 Netbar page 這個我們沒有交過 對吧 這個我們沒有交過 這個我們沒有交過 這個 這個 我們沒有交過 但是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新的版型 對不對 好然後接著這裡有個 simple 跟complex simple在這裡 對不對 好然後接著 欸等一下等一下 搞什麼鬼 好然後接著 好接著 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這裡是不是有個 summit button 我們來看它出現在哪裡 它出現在這裡 summit button對吧 這個是個h3 h3我還沒有交出什麼東西啊 但是反正就是文字嘛 對不對 好接著這邊有個 action button action1對不對 好然後下面是不是有 action2 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想到什麼 是不是 server端應該要有個 random printer 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看server端 欸你看 仔細看server端 你發現全部都是random printer 對吧 所以 其實 我這個 action2 就只是把action1直接print出來 所以 你現在已經知道 action button 在按的時候 就是這個數字 你按一下它就加1 按一下它就加1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 那個 single checkbox 這裡 你現在就知道說 在UI端 我的這個東西 checkboxInput 它就是一個true跟force的東西 然後checkbox2 就是直接print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接著 dateInput dateInput 就是一個 那接著下來呢 fileInput fileInput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了嘛 對不對 接著 checkboxInput 這邊有checkboxGroupInput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接著 UI 這個 就是 我們這樣子 依此類推下去 就是 你應該可以看到 如果我想要用什麼元件 我應該可以來這邊貼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我建議你應該下載下來 下載在自己的電腦上 然後 你需要用什麼元件的時候 你就去貼它 這樣可以 好 接著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一個比較複雜的 這邊有個download 對不對 download2 download2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看這裡 這裡是我最複雜的地方 output download 那本來都是randomprint 可是download你就沒有辦法print了嘛 對不對 所以注意看我這邊用的是什麼 這邊有個downloadHandle downloadHandle 這邊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fileName 一個是content 這個內容啊 我是直接 一個 把DataCars這個東西 把這個Cars 是一個R語言裡面的 基本的一個資料集 好 我們把Write.csv Cars Write到哪一個路徑呢 Con這個路徑 Con這個路徑 在這裡 是一個函數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又有一個fileName Data.csv 所以這個東西在做什麼呢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這個東西是 有時候你下載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要改名字啊 懂我意思嗎 我這邊 這個下載這邊改名字 這裡 這裡我沒有讓它 就是可以自己選檔名 對不對 實際上這裡可以把設定打開 好這個我就懶得打開了 好那 接著你在第二頁Complex這裡啊 我們來看下面 UI下面一點 好這邊Complex這裡啊 Slider Input的這個我們已經會了嘛 對不對 好這裡 這裡 多了兩個功能 就是你本來的Value 如果你的Value 這兩行是完全一樣的喔 如果你的Value是兩個數字的話 它就會自動變成這樣子 好那這個 特別在哪裡 我剛剛沒有展示這個功能 它可以按這個 它可以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你如果要做動畫的話 這個功能滿方便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什麼呢 來 這裡有一個多了一個參數 說你每200毫秒 你就run一格 然後loop等於True的意思是說 到這裡 你就一直run 它就會回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loop等於Force它就到100就停了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 接著 來這裡 這個 這裡有好多Select Input 這個Select Input啊 這邊有好幾個選項 第一個是 你的這裡 你下的參數是Select Select等於空的話 然後這裡的話 那它就是這樣 你一個是三選一 就是三個選項你已經選到一個了對不對 你可以Default是2也可以 在這裡 在你還沒有選擇以前 它是沒有東西的喔 可是你選了以後 選了以後你就不能回去了 有聽懂這個功能嗎 如果你選擇用下面這個參數的話 它Default是不會選的 可是選了以後就回不去了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選了以後 你一開始要告訴使用者 這邊要選個東西 但是你一開始先不幫他選 三個選完了以後 使用者就一定得在三個選項裡面選一個 這樣子的好處是 你可以知道使用者到底有沒有去選他 還是他是帶Default 如果你只用前面那個 你不知道第一個選項是Default 還是使用者真的想要選第一個選項 這樣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什麼時候要用到下面這個功能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 假如說你們在 教務資訊系統上面想要打老師成績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用這樣讓你選的嘛 Default讓你勾了嘛 你也可以是空著的啊 強迫你們所有人都要點 對不對 好這個 那這樣子的話 得到的答案就會比較真實 對不對 不然你們可能是亂打一通 我們那個 我記得 那個 交處就有講啊 他們大概在五年前啊 把那個 老師 就是反正把那個Default的回答 從 平均 就是從三分改成五分 所有老師的那個 平均分數顯著上升啊 那 接下來 這邊還有一個 如果你就多了一個 叫Multiple等於True的話 那就變成可以多選 你可以這樣子按這個 按Ctrl 你可以多選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這裡一樣 就是下不同的參數 下這裡 這裡改成True的話 下不同的參數 它變成 它可以1 3 2 然後它變成用那個 這個 Backspace這個鍵 你可以回去 這樣懂我意思 好 所以說我基本上 把大部分的 控制元件都已經交完了 這基本上啊 控制元件就這幾種而已啦 那所以說我現在要給大家一個練習二 又有練習二了 練習二是什麼勒 請你 先下載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就是剛剛那個檔案 然後你要做什麼勒 來 請你寫出一個APP 功能如下描述 1 可以允許使用者上傳範例檔案 那不就是剛剛那個嗎 所以說其實請你用練習1的答案改就可以了 2 再按下按鈕後 才畫出散布圖喔 也就是說本來 你上傳上去它就直接畫出來 對不對 現在我要你加一個按鈕 讓它按下去才能夠畫圖 沒有按這幅畫圖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第三個 讓使用者選擇散布圖的顏色 這個上個功能就有了對不對 第四個 讓使用者能下載這張散布圖 這張散布圖 這個有點難啊 這個你需要前面Servor端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怎麼下載呢 你本來是write.csvcos.com 對不對 那你現在 畫圖 圖片要怎麼產生 PDF檔 PDF檔名 所以這裡要改成con 對不對 如果以這個架構的話 這裡要改掉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畫圖 然後選擇colour 就出去了 這樣可以比較一級我唯一 是吧 所以第四個 第四個 挑戰是困難的 好所以請你試著把它做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給你一些時間 然後看一下大家的狀況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喔 有兩個事情 我可能上課的時候沒有強調 所以大家不知道 第一個是 我這邊 像什麼 Fruitroll啊 什麼column啊 這邊都跟你無關 你不要複製 好不好 他只是拿來做切割畫面用的 我現在還沒教到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控制bar 只有這一行 連這個都不用複製喔 連這個都不用複製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咧 這個是你要呈現action1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只要有他就可以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第二個 第二個重點是 在server端 所有的東西 一定都是要output的什麼東西 等於什麼 這樣開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夠在這裡 你不能夠在這裡寫程式 這裡寫程式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要跟前面連動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一定是前面的某個東西 好 舉例來說我想download的一個東西 所以是前面的download button download button在 這裡 download2 要跟 要連結 那你的程式必須寫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再給大家一些時間改一下 好 我覺得就是 這似乎有一些困住大家 那我們先看一下本來的 本來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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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上剛剛的那個答案 好 這是剛剛的答案喔 就是 你可以 好 剛剛的答案是這樣子 可是我現在希望讓他 有個按鍵 然後按了之後他才做 對不對 好 我要怎麼做咧 我們的做法是 就是在這裡 我們可以在 這裡 就是這裡 我們加個豆點 然後我們把它放上 Action Button Action Button 我們可以在這裡抄 這裡有個Action Button 對不對 注意我的動作喔 我在貼下去之後 這個豆點要刪掉 我來貼下去之後啊 雖然這個時候 按鍵跟我的那個東西 還沒連動 但是我已經可以按RUN了喔 這邊已經出現一個Action了 對不對 你可以按它 只是按了不會有反應 對不對 你DATA還沒上傳啊 當然你上傳了以後 你有按沒按它是一樣的 因為你現在沒有給它連動 好 那我想要怎麼讓它連動咧 Action Button 它是Input Action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Server端 假設說 我只要讓它畫圖 不要畫圖 所以我這邊可以 If Input Action 大於0 因為它一開始是0嘛 你按了它才會變1對不對 好 你看喔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拉上來 好 我們再按一次RUN 好 這個時候 如果你現在上傳檔案 你還沒按的話 它是不會出來的喔 好 你按一下它是不是就出來了 好 可是這樣有個缺點 我們來看一下缺點是什麼 你先按兩下 你先按囉 按了以後 然後我們再上傳 這個很正常 因為你按了它是不是已經變成不是0 對不對 所以使用者如果不是按照你的順序 那 它是不是就不會 它是不是就 動的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好 這個 這個 如果要解決這件事情的話 需要用到別的功能 Event Reactive 這個我後面幾節才會教 這樣可以吧 但是你要知道說 其實你這樣還是可以硬是拼湊出來喔 好 那下一個 是 我需要Download Button 對吧 那Download Button 我要怎麼做咧 來 我跟大家講 首先你先來這裡抄Download 大家先看的是我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好 我先Download Button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好 一樣 我先 按一下Run 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Download Button 按了沒有用而已 按了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我現在根本沒有連動啊 對不對 好 接著請你先在 Server端這裡 把這一整串 我知道現在下載不是我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先放上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來 再按下Run 好 這個時候下載是這個東西 這不是我要的東西 但是至少有下載出一個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現在 要怎麼樣把它改連動咧 欸 首先 你這裡 CSV檔要改PDF 對吧 然後你要畫一張畫 畫畫怎麼畫咧 來 一樣 PDF 好 con 注意喔 因為這個file 這個file的名字 是跟這個連動的 我有給你一些提示了 對不對 然後 那這裡我們先 隨便畫一個畫 就來說 x等於rn或rn 10 然後hist 好 我們來按下Run看看 是不是download了一個 是不是download了這個 這是不是就是 一張圖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接著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改掉了 我可以把 這一串 改成我們想要的東西嗎 一樣 先把Data讀進來 好 讀進來了以後 我再來畫圖 那我要畫什麼圖勒 我中間要夾什麼勒 我中間就夾這一個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按下Run 好 你現在 你一定要先上傳圖啦 好 我先Action 然後Blue 然後Download Data 好 我們是不是就看到它了 好 這樣大家知道我是怎麼改的嗎 就是 我是一步一步怎麼改過去的 我發現大家還沒有熟悉這個流程啊 所以 我們先 我們先繼續好不好 我們那個 我們等一下看最後一題 大家是不是做得出來 這樣比較容易 了解大家的狀況 好 最後一題 最後 不是最後一題啦 最後一個小節 我們要做什麼勒 我們發現我們上傳上去的檔案 這邊是不是有ColorName 如果我們上傳上去之後 我們希望使用者選擇 隨便選兩個 Variable 然後進行一些運算 好 那你發現你的 這個困難點在哪裡 就是 你 我們原本的UI跟Server的關係 就是 UI 提供控制bar 對不對 UI提供控制bar 是不是在這裡 然後 它要嘛是一個檔案 是一個檔案也好 或者是一些控制元件也好 丟到Server之後 然後 接著就出來了 對不對 可是 現在 你想要做的事情 難度在哪裡呢 你 檔案讀了進去以後 你希望 Server端 根據 你的ColorName 然後丟回UI 讓使用者還可以選 那使用者再在UI 再選回去 然後又回到Server端 再回到UI 所以 本來的流程是 UI到Server再到UI 現在是UI到Server再到UI 然後再回到Server再到UI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做 我們需要學一個新玩意 這個 這邊是說 怎麼做linear regression 這個我們就跳過了 好不好 這個很簡單 就是 就是 我們 我們只要有兩個variable 然後有data 我們就可以直接 得到我們這個linear regression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只是想要把這個功能放上去而已 好 那 你要畫散步圖也可以 你可以只畫兩個variable的散步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 看著 我們 這個 我們首先需要 ColorName 這個 盤數 這樣可以把每一個ColorName給他秀出來 這個是等一下讓使用者選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分析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子選擇變數 data裡面的weight 跟data裡面的height 然後來做這樣的一個 注意喔 這裡是文字啊 你可以用文字索引ColorName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介紹 RandomUI跟UI output這兩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 一樣先複製貼上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你要先 Upload一個檔案對吧 好我們來upload 好接著你這裡是不是可以選 你可以先選五個變向其中一個 你選BMI 然後這裡 欸選完BMI之後 這裡又還 還會換掉欸 對不對 欸那你現在X是BMI Y是 欸不 X是Collestral Y是BMI 然後你可以建立一個Regression 對吧 這是他的基礎功能 我們來看他怎麼做的喔 首先在UI端 Upload一個File 這個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好接著 HealthText也不重要 這邊有一個 UiOutput UiOutput ChooseColumn1 ChooseColumn2 這邊是放Output 這邊不是放Input 這邊是放Output 我們來到Server端 我們來看他怎麼做的 來Data Reactive 讀進來之後 ChooseColumn1 ColumnNames 然後SelectInput 你看 我的RandomUI 的Output是什麼 是一個控制元件 控制元件透過RandomUI 傳到UIOutput 來到這裡 讓你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SelectInput 我們的Input的元件是Y 然後呢 這裡是他的描述 那選擇可以選什麼呢 選Data裡面的ColumnNames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呢 接著 這裡是不是還有一個Column2 這個Column2 它一樣 檔案讀進來之後 本來 IsNuneData的話 我就不顯示 或者是 Y如果還沒選 我也不顯示 然後我要把 ColumnNames裡面 Y已經選擇的 把它去掉 讓它選擇一個X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RandomUI和UIOutput 它的Output 它在 這邊看起來是一個Output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 控制Bar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的Y跟它的X 也會變成一個Input的元件 也就是InputX跟InputY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文字喔 它是文字 因為Select選下去的是文字 這樣懂嗎 然後接著在Summary這裡 所以你要把InputY 變成一串文字 對Data做索引 索引完之後變X 索引完之後變Y LM Y對XY X對Y做預測 然後Summary出來 畫圖也是一樣 Y跟X出來以後 畫圖 然後ABline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這樣我們就了解了 這個東西它的整個原理 這樣可以吧 好 我現在希望你做一件什麼事情 請你 試著 做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它是做Regression 對吧 它是做Linear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是LM 對不對 請你把這邊改掉 改什麼勒 我希望 你可以做Correlation Test 就是 你可以讓使用者選擇 我要做Linear Regression 還是做Correlation 那Correlation你要怎麼做 你需要這樣做 用Correlation Test這個函數 那一樣Correlation Test 它也可以放X跟Y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可以設計一個 你可以用剛剛的改 然後設計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 你也可以請讓使用者去改散布圖的顏色 好我想這不是太難啦 如果你有抓到 那個 那些控制元件 到底要跟那個Server 都要怎麼去 那個就是 Interaction 那應該這題不會太難做 我們把時間給大家試試看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加顏色 跟加換方法怎麼做 那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你現在已經知道 你本來分析是Linear Regression 你要改Correlation Test 對不對 那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是 你先改 你可以先把這裡改掉 對不對 不要連動沒關係 可是 你可以先把它改成 X 跟Y Method Pearson 我們就先放著沒關係 那我們把result 啊 他這個不能summary 我們把它丟過來 好現在 現在 現在這裡是不是就是correlation了 對吧 好那 下一個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改的東西是什麼咧 好我們需要改的東西是 我們想要啊 把這個 呃就是 我們想要把 讓使用者指定 要pearson還是pearman 所以他其實就是改這兩個字對吧 所以是不是可以用radioButton來解決 那radioButton我們可以去前面抄 來這裡 我們直接抄 好我們這邊剛好抄到的是一個color的 那我們就直接先改顏色好了 在這裡 我們可以這邊 豆點 好radioButton 好我們也改好了 這樣一次改完 好來 一個是color嘛 另外一個是method 那method的 select a method 好那我們method的 我們可以直接改成這個 pearson spearman 好 spearman 好注意喔 我們先 我們現在先按run 我們先不要連動 我們先按run 好你看 欸這裡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可以選了 對吧 雖然說現在是沒有連動的 所以這個沒有用 沒有換嘛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已經知道啦 這個method你可以把它放進來啊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改成 input裡面的 method 對吧 好我 我就不一個一個改啦 我這邊可以改成color 可以改成input color 好就這樣 好就這樣 就改完啦 我覺得我改到二線的顏色 好沒有差啦 就是差不了多少 好 那這裡看到了嗎 它換了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想 就是 就是今天啊 我們大概 我們今天大概 課程內容大概就這些啦 那我發現今天大家吸收率沒有那麼高 那我建議大家再練習一下 好不好 因為下一節課 如果說我們之後要 就是 呃 讓我們的網頁更複雜的話 就是 今天這邊 應該還算比較基本的 那我們後面還有兩 我們其實 我們最後一節課是那個 範例啦 就是我現在 線上已經可以看的那個課程範例 那那個大家 如果說 學不來就算了 你只要學會上傳就可以了啦 好不好 但是 下兩節課 我們還要學習更多 server端的運算效率還有物件的呈現 包括一些圖片的處理 這樣子 那 今天的功能應該還算簡單 大家可以再學習一下 好不好 你主要可能對 如何寫APE不熟啦 就是我總結一下 今天大家犯的錯 第一個是 server端 你一定要是一包一包的 一定是一包一包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 這個output裡面的什麼東西 跟UI端要連結起來 然後第二個是 現在反正我就只有教一種模板嘛 對不對 所以東西 控制吧都盡量丟在這裡 然後 output都丟在這裡 這樣雖然醜 但是現在至少還可以用啦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好 好